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9日星期天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继续白热化 尤其是高层的权力斗争继续尖锐化 最近在党媒党报上又反映出这种对立的情绪和对立的斗争 有两个中央级部门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可以说舆论上互洽 一个是发改委 一个是中纪委 发改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文章 说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其中就对习近平领导下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大唱赞歌 这样好 那样好 都是正面的调子 其中提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 广告党员干部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的意识进一步增强 顽强拼搏 奋发向上的斗志进一步昂扬 这是发改委的话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假话 空话 套话 因为在习近平执政的时代 在他治下 党员干部几乎都躺平了 各地的干部都不想作为 那一个是不作为 因为有作为恐怕还出错 还惹麻烦 被打入大牢 不作为的话可能不出错 主要是政治站队就行了 只要是跟党走 听党话就是听习话跟习走 你只要站在习近平这边就对了 重要是政治站队 而不是什么有所作为 所以这个发改委讲 说有所作为 跟当前官员 党员普遍的躺平现象不符 但几乎与此同时 中纪委却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 说有的党员干部不尊重客观规律 不作为乱作为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非常严重 然后说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纠正 会严重污染政治环境 会损害什么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然后又说中纪委必须严肃的插出 插出什么七个有志的问题 插出那些什么阳奉英伟的两面派和两面人 还有说要插出那些拜码头 搭天线 搞结党营私的小团伙 小山头 中纪委这些话实际上说的是还比较中肯 实际上不仅是说有的干部 有的官员 实际上是普遍的官员干部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而里面就话中有话 说是不作为那就是说躺平 乱作为就是乱干一气 然后后来说到是污染政治环境这种风气 也就是说习近平自下就是这个风气 特别后面几句 说要查出了七个有志的问题 什么叫七个有志 也是借力打力 以读攻读 借用习近平以前对在纪念方面的讲话很早 当时习近平讲七个有志 有的人拉帮结伙 结党因私有资 搞团团伙伙 任人威亲有资等等 七个有志 实际上都知道这七个有志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习家军 习近平就是任人威亲 拉帮结伙 团团伙伙 搞山头 搞团体 就是习近平就是最大的帮派组织 甚至可以说得上也是最大的黑帮组织 而中纪委最后还说到 说严肃插出了一些拜码头 打天线 搞阶段因私的小团伙 小山头 一有所指 谁在拜码头 谁在打天线 拜码头都知道是任老大去跟随 要跟队 打天线的天字 那就是直达天厅 直达中南海 那也就是追随习家军 会是习家军追随某个人的这条线 所以叫搞小山头 小团体 所以中纪委这番话可以说敲打 因为非常明显 因为就敲打了党内最不正常的任人威亲 拉帮结伙 团团伙伙的那个集团 不是指团派 也不是指其他派 指的就是习家军正在这么干 所以又跟发改委的调查形成对照 就可以看出双方互卡的意义 而看到两个机构的性质可以看出来 发改委的主任是谁 叫何立峰 他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习家军人物 他是中央委员 但是也搞了个全国政协副主席 也就算是副国级领导人 他怎么来的 他以前在福建 最早跟习近平在厦门有交集 习近平在厦门做副市长的时候 何立峰是厦门市的财政局局长 后来他就在福建发展 习近平后来调到浙江 那后来习近平到中央之后就重用了何立峰 就把他升为了发改委主任 中央委员 政治角色 政协副主席 这样发展下来 就在发改委被习近平 习家军守住了 所以发改委发的话就是为当前非常糟糕的中国经济形势大唱战钩 当然 更不用说前一段时间何立峰发改委还带习近平报了一件之仇 就是当国家副主席的亲信心腹财新网的总编创始人 胡舒立女士发微博 微信 用猪头和螃蟹来比喻习近平 暗示习近平的时候 发改委就带头报复 报复的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不准私人资本介入媒体运作 结果因为财新网 财新杂志 财新媒体是由很多私人资本组成的 包括阿里巴巴 结果因为发改委发了通令之后 阿里巴巴就撤出了在财新网的股份 对财新传媒有很大的打击 经济上的打击 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博弈一直在进行 这一回中纪委又是哪一方 中纪委是赵乐际 是政治局常委 是习近平的死对头 双方已经接仇 接了两次 而赵乐际代表的是政治老人 各派的公推 所以这一场叫骂 在媒体上的互洽 中纪委跟发改委所相反的话 就代表了反习派和习家军在较进 反习派就是赵乐际所代表的中纪委 而习家军就是何立峰所代表的发改委 表面上看上去是中纪委发改委 是赵乐际和何立峰 事实上就是反习阵营和习阵营 就代表了这两派 习派和反习派 习阵营和反习阵营 在党媒党报上 在舆论阵地上互相打舆论战 互相要抢占 舆论高地 互相要用气势压倒对方 或者说话中有话 去削弱对方 就可以看到 自11月19届六中全会之后 推出所谓第三分立事决议之后 不是促成了所谓党的团结 是促成了党的进一部分裂 习派和反习派现在可以说几乎是明火执仗 在党媒党报上干仗 这只不过是最新的一波 而前段时间已经有好几波舆论战来发生 由此也看出 这场争斗就是习派和反习派的争斗 已经达到了白日化的程度 而且势均力敌 因为早几年都是单方面的进攻 都是习派 习家军对反习阵营的进攻 反习派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但现在反习派 反习阵营也可以主动进攻 或者主动反击 就是已经不再把习家军 习近平放在眼里 就是我们就拿纪简来说是 我们借力打力 以毒攻毒 我们就讲反习 就讲纪律 就讲规矩 就讲这一套 双方面对面的斗争 针锋相对 寸土不让 近视于公开摊牌 就在中纪委跟发格委对派的同时 中纪委也突然罕见的对恒大公司开炮 在中纪委的网站上1月7日是开炮恒大公司 原来恒大公司许家印的恒大 他在海南岛有一个项目叫海花岛群体建筑 是建设在海南省的丹州市 最近丹州市政府发文 要求恒大集团拆除海花岛的其中一个项目 说是39栋楼 说是严重的违规 说限期拆除 如果不拆除的话 政府就要自己动用力量去拆除 恒大集团就回应说海花岛是一个群体建筑 这个文件只设计到39栋楼 意思就是其他用户 其他购买者不要惊慌 所以恒大公司会去跟政府积极沟通 妥善处理 为这件事贬在北京的中纪委 在中纪委的网站上发文痛批恒大 他的发文是通过采访一个中央党校教研室的副主任 这个人叫郭兆辉 郭兆辉是一个评委的委员 什么评委 叫中国十大丑陋建筑的评委 在2021年评出中国十大丑陋建筑 说恒大公司的海岛花居首排在第一位丑陋建筑 特别是海南岛的海岛花 评论说海岛花反映了资本的任意 知意妄为 所迫害 祸害海洋生态 而且是庸俗的 内数的文旅项目 说是建筑物杂乱形状怪异 杂乱 总之一顿痛批 就说他是十大丑陋建筑之首 所以中纪委就通过这一点引用到 在12月中旬有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面就提到要敬畏历史 敬畏文化 敬畏生态 要慎重决策 慎重用权 那么就引用过来 说恒大公司在海岛花这个项目是知意妄为 其中还说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 也提到建筑物形状怪异杂乱 怎么回事 其实这里面涉及到所谓的风水和政治 因为恒大在海南岛丹州市搞这个项目 海花岛专门找了风水师来给他设计 设计的说是选在丹州市靠海的一个海湾的龙头位置 首先是一个龙头位置 然后规划了一个建筑群 这个建筑群从空中一看是一个太极图 中国古代周仪的太极图 很有形的太极图 而在空中咬看的太极图里面 建筑群分金木水火土五行 比如说植物园代表木 海上海洋公园就代表水 还有钢筋混凝土的酒店就代表金 还有说是华夏饮食基地就代表火 而欧式婚礼庄园就代表木 就是金木水火土都齐了 又是周一八卦 然后又有龙头的这个位置 就好像有一种帝王之之 有某种象征 所以中纪委这个网站就借用专家的话 痛批他有政治问题 而中纪委痛批这个恒大项目 还暗示了有经济问题 有贪腐问题 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项目的审批过程中 通过一系列见不得光的这些手段 什么化整为零 化大为小 七上瞒下 避开了行政的监管所取得的项目 所以就暗示了这个项目背后有重大的问题 所以就一阵痛批 中纪委为什么痛批恒大 又痛批海岛花 甚至暗示了有重大的政治问题 因为房间都传言了 说在海南岛两大集团中 背后都是有不同的政治势力 比如海航集团说是王岐山家族的背景 是王岐山的白手套 恒大集团就是习近平家族为背景 说有习近平的 相当于习近平家族的白手套 这就看出为什么恒大也出了事 海航也出了事 但是命运大不相同 海航一出事 就被收归国有 收归党有 收归习政权所有 甚至最后把这些原先的创业者赌董事长 一个叫王健 在法国莫名其妙的死亡 跳墙死或者是照相死 另外一个董事长 陈峰 在前不久不仅是不听他的争辩 而且把他投入大牢 甚至把他的股份清零 所以创造了一个新说法 股份清零 总之把海航集团完全的拆散 就从过去的是王岐山家族也好 是王岐山集团也好 完全薄力开来 但是恒大集团出了事 而且恒大集团是中国的龙头集团 龙头房地产 代表着相当于美国的房地美 房地美这样举出轻重的集团 出了事 但是迟迟不能倒 一些债务到期不能还 突然也有一些神乃之笔协助帮他还债 而这个许家印也完全没事 按道理来说 恒大项目背后肯定有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 根据目前当局的做法要杀富激贫 或者要扫荡这些企业界 扫荡房地产 许家印完全可以被投入大牢 同时股份清零 然后恒大公司完全可以被国家所接管 但是现在处在一个不死不活的状况 一方面好像在自救 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救他 总之恒大是大而不倒 按照过去说 没有什么大而不倒的事 但恒大给人的感觉就是大而不倒 所以背后就传言说是习近平或者是习家军在背后撑坐他 中纪委 赵乐际所领导的中纪委就针对恒大公司放炮 尤其是海南岛这个项目 海岛花这个项目放炮 而且暗示有政治问题 重大的政治问题 就是里面不仅是他们自己要设计的风水 但风水象征一些帝王之之 事物在象征有某种野心 不仅习近平有野心 想长期执政 终胜执政 有帝王的野心 想做红色皇帝 就是许家印本人也有野心 在恒大集团搞的内部一些事情 说许家印对高层管理有一种崇拜 甚至有专门的团队打理 他们坐电梯 坐车 或者开会都有专门的安排 要避开普通人 给他们的待遇仿佛是一种帝王之尊的待遇 另外一些提法 恒大集团跟外面有什么合作 动不动就有战略合作 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用上了一些国家级的术语 政府级的术语 而在恒大集团的总部专门挂有一个扁恶 是著名书法家给许家印的提词 用了一个长头诗 用这个长头诗横读 叫许家印卓越且伟大 什么许帝血脉 卓越非凡等等 称为许帝 有帝王之尊 所以就很多人说许家印有野心 许家印明显的有野心 甚至有政治野心 许家印在政治上有一个职位叫全国政协常委 许家印不仅在生意上有野心 在政治上有野心 可以说非常的分明 本来习近平是非常忌讳这样的人 叫做瓦塌之策 其容他人酣睡 凡是有人要称帝 或者是暗示要称帝 他都非常忌讳 但是奇怪的是 许家印公开挂出这样的匾额 应该说形成了一山不容二虎 一国不容二主 都形成了某种敏感的挑战 但是习近平看上去根本没有在意这个事 也根本没有打理这个事 如果说其他的企业家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人物有这样的匾额 有这样的题词 有这样的长头诗 暗示自己是什么帝 许帝 或者是皇帝 那习近平一定是勃然大怒 恨不得去抄家灭门 恨不得把对方投入大脑倾家荡产 以消心头之恨 但是唯独对许家印却网开一面 所以就盛传了说许家印的背景不简单 有习近平和习家族 或者是习家军在背后支撑 俗话说 打狗还要看主任 赵乐际 中纪委发文针对许家印 针对恨大公司 就是打狗给主任看 表面上打的是许家印 打的是恨大集团 打的是海岛华这个项目 事实上就打的是习派 甚至敲打的就是习近平 另外 中纪委最近反下两个副部级的官员 说是反腐 昨天我提到张永泽是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我说张永泽很可能是习家军人物 因为他的提拔是在习近平任内 是通过中族部长陈希 习近平的亲信心腹所提拔的 后来又有一个副部级的官员被拿下 这个人叫王斌 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的董事长 党委书记 因为这个人寿保险集团是大型国营企业 他的首脑就相当于是副部级的官员 跟西藏自治区副主席 张永泽是七平 都是副部级官员 这个王斌究竟属于哪方面的人 现在中国的党媒党报 还有百度百客都非常简化人的简历 所以对王斌的建设非常简单 说是黑龙江人 有什么研究生学历 现任的职务是什么 所以也很难看出他是哪个派 不过梳理一下他过往的任职 可以看出他有两个方向 他曾经在金融系统 银行系统的任职 比如说交通银行的行长 副行长这一类职务 从银行系统下来再做到太平保险公司集团的董事长 后来就是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从他银行系统的履历看 也可能跟国家负责系王岐山相关 因为王岐山长期在金融系统 银行系统 像湖北省委书记 也处于银行系统 不排除王斌最早是否跟随过国家负主席王岐山 这是一条线索 如果说王斌在这个时候被打 那就有习派针对王岐山的意思 报复的意思 但是反过来 由于王斌最后的升官是在习近平时代 就在2012年习近平上任那一年 王斌升任为太平保险集团的董事长 而到了前几年 就是19大之后 2018年 他又升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的董事长 副部级的官员 也就是说是中组部长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陈希对他的人命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不是习家军 就可能是准习家军 那就可能是中纪委对他的追杀 总之 这两个人物 这两个副省部级官员的落马 都反映了中共高层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一个是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张永泽 一个是人寿保险集团的董事长王斌 因为党内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政治问题才是主要问题 而不是其他问题 经济问题 或者是什么生活作风问题 这些都不在话下 尤其是面临20大 权力卡位的时候 这些人都还没到年龄 没到退休年龄 都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这个时候被打下 都是政治上的原因 要么是这一派打那一派的人 要么就是那一派打这一派的人 互相攻防的结果 2022年 中国的农历新年是虎年 这个时候中国邮政总局出了一枚邮票 叫做虎年的纪念邮票 上面写着人银年 画了一只老虎 不过这个邮票一出来 舆论哗然 国内的网民议论纷纷 因为一说到老虎 人们都想象了老虎的那种威风 蒙虎下山 蒙虎扑石 或者是哪怕是坐卧山中都是威风凛凛 或者是一声长啸 震惊天下 老虎都是狮子说是百兽之王 老虎跟狮子也不相上下 但是画这个邮票所呈现的老虎却是消瘦 倦怠消沉 完全是没有动作 给这个意气低沉的感觉 仿佛是奄奄一息的一个老虎 大家就要议论 这就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从反面的意思来说 说习近平或者中纪委叫打虎 是不是打虎打了这么多年 把老虎都打得奄奄一息了 打得消瘦了 打得无精打采 毫无斗智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虎年塑造虎一定是正面的塑造 就要塑造老虎的正面形象 他的这种威风凛凛 倒不是应该不应该 应该说不至于联想到打虎中或者反腐中的虎 应该就联想到是掌握权力的人 因为虎和狮都是百兽之王 都是动物中的龙头老大 那么这个虎应该是象征有权力的人 有权威的人 比如说习近平 相当于有虎威 最近又在上演 是自取威护山这一类的样板戏 江青样板戏 但是这个虎是完全没有虎威 不仅是销售倦怠奄奄一息 意气消沉 无精打采 而且虎的眼神和虎的面孔 有人看上去说很像习近平 有人对照了这个相片 说面部表情很像 尤其是眼神很像 中国游刃总局发行的这枚虎年纪念邮票 说是由一个老画家冯大宗所设计的 人们就议论 说冯大宗是设计邮票的高手 也是老画家 一般来说他设计邮票 设计生肖有关的邮票都有他的含义在里面 但是这一回他设计的虎年生肖邮票给人的感觉握不住头脑 所以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什么样的意境 说老画家的心思让大家琢磨不透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